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葛亮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不仅留下了 千古明天隆中的语出诗表 他的草船借鉴 巧借东风 蛇战群如 空城记 三七周瑜 六出其山 七情梦获 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另外 他还发明了母牛流马 孔明灯等 并改造连弩 叫做诸葛连弩 可一努实实俱发 多才多艺 神迹妙算的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一生的最大理想 就是帮助刘北匡复汉士 然而 在诸侯纷争中 给人最大希望的诸葛亮 却没能实现匡复汉士的理想 并且 楚国却成了三国里最先灭亡的一个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刘北和诸葛亮相比 肯定是诸葛亮的个人能力更强 但是为什么刘北死后 诸葛也日渐衰落 因为诸葛亮虽然有才能 但是他在用人方面还是不及刘北 其实 西属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也是诸葛亮把控不了的 如 关于大义师荆州 张飞为了给二哥报仇 结果被裁缝杀了 刘北一意孤行要灭东吴 结果被陆兄火烧连营发白礼 一灵之败后 刘北深受打击 一年后变病死于白帝城 看白帝城脱骨 诸葛亮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康熙帝 诸葛亮云 鞠躬尽退 死而后已 为人陈者 为诸葛亮能如此而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正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粹 将西属带入了一条不归路 诸葛亮晚年的时候 凡是亲力亲为 打二十军棍以上的惩罚措施都要亲力亲为 作为一国之想 做到这样的事无巨细 有被泪死才怪呢 对于诸葛亮的付出 曾国藩就股份痛惜 功以丞相而兼元帅 凡功中辅忠以及营中之士 无不兼宗 举伯 费 董三人至功中之士 举向宠至营中之士 代皆知留守成都者言之 其辅忠之士 则功所自制 百思竖政 皆功在军中亲为才决焉 他的对手司马懿曾评价诸葛亮说不 孔明时少是凡 岂能久忽 尽管他认为孔明是天下奇才 但是吃得少而干得多 这样能活得长久吗 诸葛亮也曾为自己的作为 做出过这样的解释 那就是是因为先帝对他太好了 他接受了先帝托孤的重任 就不容许自己出差错 诸葛亮一生小心谨慎 为西蜀的大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种奉献精神 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包养的 但是 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太小心谨慎了 不能放手让他人去做事 手下的人就得不到锻炼和施展 自然很难出人才 因为就算有人才 你不给他机会 他也被埋没了 所以刘备在的时候 蜀国有五虎上将 刘备死后 将为北伐时 蜀之能争善战的大将都已完故 无人可用 使得让原来在关公帐下做书记的料化 做过山仔 归顺关羽做先锋 这就是蜀中吴大将 料化做先锋一羽的原始出处 诸葛亮用人和曹操的区别在于 诸葛亮很注重人才的品德 甚至于重德要超过重才 所以诸葛亮提拔的人才在政治上几乎都是很清廉的 贪污腐化的非常少 但这些人才很少是一流的大人才 另外蜀汉政权中类似魏严 李延和料理 这样被杀和被废的人才也不在少数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曹操麾下的著名谋史国家 也是个有人格缺陷的人 曾经被朝臣陈群所检举 但曹操就是不拘一格的提拔和重用的 同时他也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汉马功劳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是很重用荆州入川的旧部和一些外来的人才 比如诸葛亮去世之后掌权的蒋婉 费衣都是荆州的旧部 而姜维则是梁州人士 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培养一州本土的人才 这不仅造成蜀汉政权后期人才的匮乏 而且还造成了蜀汉政权内部很深的矛盾 另外蜀国的地盘人口兵源不足 精英老龄化 人才迅速凋零 加上后期流产宠现宦官 正是荒废 这才让邓岸斩首成功 凡此种种都为西蜀的加速灭亡种下了隐患 所以诸葛亮死后不久 西蜀就城破国王 这样的结果 九泉之下的诸葛亮是绝对不愿看到的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曲》